新闻事件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来到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近日新京报曝光的一桩 惊天海淘平台造假答案 国内所有大型海淘平台 几乎全部上榜 原来那些年我们买到的所谓海淘产品 竟然全部都是中国的山寨货 看完很多人都惊呆了 据新京报报道 近几年网购发展迅速 人们可以足不出户 就可以享受到其他国家优质的产品 然而那些某些电商网站上 大量所谓的境外购海外购 真的是从国外买到的产品吗 最近新京报曝光了一桩 今天海淘平台造假答案 国内所有大型的海淘平台 几乎全部上榜 近日新京报在头版用显目的标题 写着触目惊心的几个大字 海淘网站400元假货 卖7000块没人管 据相关人员介绍 山寨货拿到专柜去验货都查不出来 因为正品用的是什么面料 他们也是用同样的 甚至连拉链吊坠等五金件都是完全相同 这样才能保证和专柜货一模一样 别看造假者是用同样的面料和配件 这种1比1的高仿包成本却非常的便宜 看到这里呢 真是既愤怒又无奈 为了钱竟然可以肆无忌惮的造假 那么除了这些曝光的品牌包包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海淘境外购的东西 其实也只是披着羊皮的山寨货呢 像澳洲的保健品奶粉 一直都是大众眼里的香菠菠 但算上代购费运费 以及忽上忽下的汇率 窄转到国内也不便宜 但是我们在网上却能看到 特别多的物美价廉的澳洲奶粉 像爱他美一段是145块人民币 比澳洲原版的还便宜 原来专门有商家呢 他专门收购一些正品的 像爱他美以及等等进口 洋品牌的奶粉的罐子 高达60块钱收购一个空罐子 然后呢把假奶粉就装到空罐子里面 直接卖给消费者 那么假货如此猖獗 为何监管缺位 消费者买到假货又该怎么来维权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刑事诉讼中心主任 汤光仁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汤律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感谢汤律师 说到这个假奶粉啊 我觉得一下就是刺激了大家的眼球啊 先别管前面的品牌包 还是其他的东西有假货 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个奶粉 因为之前呢 这个三聚情爱事件啊 已经刺激了我们每一个妈妈了啊 很多妈妈呢 现在给孩子吃奶粉呢 都是提心吊胆 万般无奈 最后呢 是选择进口的奶粉 尽管贵一点 但是大家觉得吃着安心 可是现在看来呢 这个多花钱都不一定买到真奶粉啊 其实我自己也亲有体会 因为最近呢 也是在给孩子选奶粉 然后呢 选着选着呢 我就看到某东的这个网站上啊 它这个也是进口的奶粉啊 特别便宜 也是一百多 但是我查了像英国亚马逊同样的一款奶粉 它就是不包括运费等等的费用 就仅仅它的售价就达到了二百多块钱 我也在纳闷啊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国内它还要有运费 还要有税 为什么要那么低的价格 自己也在纳闷 所以就在纠结要不要买 有没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看到这条新闻以后呢 我觉得自己也不用纠结了啊 就这种国内的网站的海外购就几乎是不用考虑了 当然了 新京报的整篇文章我也仔细读了一下 好像呢 它专指的是第三家网购平台 倒没有直指这个自营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奶粉呢 看来进口的奶粉在我们的市场上 尤其是电商平台上 假货还真的不少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 因为呢之前有三句轻案 都觉得呢这个事件以后呢 可能通过执法也好 通过立法也好 那么对于吃进婴幼儿嘴里的奶粉质量安全问题呢 在执法上也会尤为的严格 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监管缺位呢 还是法律不完善导致的 那么汤律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呢 法律在设置过程中的话 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缺位 而只是在法律实施运用 也就是说具体的执法过程中的话 存在一些现实困难 因为网购这种新生的事物的话 那么它诞生的时间呢 也不久 而我们传统的一些管理 侦查 打击手段的话 还未能够直接跟上 这就导致了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所遇到的障碍 你看我们刚刚主持人所说到的 比如说我们遇到的假包啊 假奶粉啊 假的其他的东西 那么对于法律的规定 其实和普通的 我们在实体商品上面去购买东西 和产生的法律责任的话 它是一样的 只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相关部门在进行管理 和打击的过程中 他们的取证程序的话 和我们以前传统的 这种打击和取证程序呢 具有明显的区别 你比如说是生产 假的奶粉 那么以前针对有实体商店的 也有处理的 那么我们根据它的情况 如果说是这个奶粉的话 它本来质量也是达标的 只是说呢 它标志啊 或者说它用的品牌的话 是虚构的 或者说呢 它的生产工艺的下 是有虚假的 它可能涉嫌生产销售 假冒伪务的商品罪 如果说是 在它生产的过程中 出售的过程中 有贴了其他的商标 是不是 用了其他的商品名牌 那么有可能构成了 假冒伪劣商标商品罪 或者说其他的相关犯罪 甚至的话 在有一些单项的交易 但是金额巨大的 这个交易对象 那么可能比如说 我们说的名贵的包 或者说是呢 一些手势 那么其实针对它单项的话 也有可能构成诈骗罪 或者合同诈骗罪 尤其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奶粉 如果在生产的过程中 它的奶粉质量是不达标的 并且的话是有毒有害的 可能构成生产 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等 那么其实法律的规范的话 都是完善的 也是能够应对的 只是呢 像传统的情况 可能我们一下能够查到仓库 我们一下容易抓到 他们的嫌疑人 但是在网络销售的 这个背景下的话 要查找货源 然后我们要锁定证据 要抓捕嫌疑人 并且把证据存在法庭之上 在法律的运用之下 能够得到认可 它具有一定的困难 你比如说是像商品 商标 它也有对应部门来管理 比如说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 或者普通的诈骗 合同诈骗 也有对应的部门来管理 因此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主要是新生事物 和我们管理手段和方式的一个 衔接过程中的问题 而在立法层面的问题的话 并不明显 前段时间呢 我们是爆出了相关的几大快递公司 集体造假 也是说对于海淘货 其实很多的品牌的鞋子啊 还有等等的一些服饰啊 说是从国外进口的 其实呢 都是在国内贴了签 然后呢 又给消费者的 那么屡屡曝光这样的一些 关于网上购物的一些 负面的新闻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促进 就是在执法上 怎么能够完善 因为你看 既然记者都可以调查出来的事情 是不是执法部门 也更应该把这些事情 深挖出来呢 或者是说 他们因为手里有了职权 调查起来 是不是就更容易了呢 在执法上如何严格去执法 这个可能是在日后 尤其是在网购平台 比较发达的情况下 怎么去严格执法 这个可能是执法部门 日后所要面临一个 很重中之重的问题了 那么据报道 大家就推测啊 就是只要有过海外购的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买过假货 这个买过假货的可能性 就非常的大 那么买到假货以后 对于咱们实际的消费者来说 又怎么能维权呢 这个也正是我们刚刚所设计到的公安机关 或者相关的行政机关管理和打击这种 违法犯罪行为 那么它的困难 其实除了的话 在收集证据上面的困难以外的话 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大家不容忽视的 就是在基本的心理情况 就是我们如果说发现我们自己在一个实体商店买到了假货 可能当事人的反应的话 第一个就是通过消费者维权 通过民事输送维权 或者我启动行事的报完程序 而针对这种网上购物的话 因为消费者本人一般的话 对于维权的意思的话 鉴于自己的证据和整个这个交易过程的特殊性 自己会比较懈怠 在实体店因为是购买商品 引发维权的 不论是通过民事维权 还是通过行事维权的 是比较多的 但是因为网络这种买到了假货 或者说是这个有问题的货 我们通过正常的维权 那么第一个会收集到公安机关的管辖 另外一个的话 多数人选择的给差评 或者说我们用了其他的方式 而不是直接选择了通过法律的维权手段 而针对刑事案件的话 如果没有当省的报案 公安机关或者说其他行政机关 在日常的巡查过程中 要去发现的话 它确实具有一些困难 因为这个交易的话 它又相对比较隐秘 因为只是针对两个人之间 也没有第三方来进行佐证 那么另外呢 我们就看到 在电子交易的过程中 它其实会形成一种电子证据 那么这种电子证据的转化的话 也是需要对应的措施或者方法 那么还有个更重要的呢 就是作为权力人 或者相对人 或者被害人的话 自己应该有一个 积极主动的维权行为 并且自己呢 要积极主动的固定相关证据 以便与司法机关呢 进行有利有效的打击 针对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在电商平台上购物的 其实除了我们涉及到的管理 刑事责任以外的话 也会引发民事责任 它和我们在普通商店购物是一样的 比如说涉及到售卖假货 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或者说是我们按照 大件商品的合同的约定 来进行处理的话 都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 当时应该要启动法律的手续 进行维权 而我们更要注意到呢 电商平台它的售货的话 主体会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就有的网站的话 它其实运用的模式的话 就相当于是一个菜市场的模式 是一种商场模式 那么它自己的话 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 每一个商店 每一个店铺 网络店铺 在里面进行销售的话 它们是自己来进行经营的 而有的网站或者平台 它们其实呢 不论是你谁进来 都是统一于网络商的平台 以它们的名义 对外进行承担责任 或者说是履行义务 那么我们要选择的主体 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涉及到行政机关的监管 也是在实践过程中的话 很关联的 其实我们在网络产品的 选择过程中的话 因为是没有看到实物 大家会很注重这一种 比如说是人气排名呢 或者说他们在这个网络上 店铺上面 进行的一些广告宣传 比如说是涉及到相关的店铺 或者说涉及到进行 质量的一些承诺和宣传 那么这种情况 如果符合广告的这个条件的话 对于这个发布平台 也要积极的进行监管 那么因为如果发布平台 代理或者发布了虚假的广告 第一的话 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也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 根据我们所购买商品的种类 如果说是属于是日常的消费产品的话 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 如果说是存在虚假欺诈的话 我们可以获得高于三倍的赔偿 那么其实很多人的话 就是说打假是需要一个共同的过程 因为如果没有被害人的很多案件 即或是司法机关把它查获起了 行政机关把它查获掉了 没有被害人来印证的话 在证据锁定和案件处理上面 都会遇到障碍 其实通过汤律师的介绍 我们会发现个人的维权很重要 可能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觉得买到了假货 那我还要去维权 我花出的成本就特别高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斤斤计较 但是呢如果是说 你不愿意走司法的程序 自己去进行这个打官司的话 那么刚才汤律师也说了 其实你也可以报案 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 去追究对方的责任 而不能够漠视这样的行为 为所欲为 其实呢大家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就要出来了 很多人就怀疑 自己曾经买过的海桃品 它到底是真是假 因为连专柜都验不出来 我根本我不知道它是真实 我又怎么来维权呢 自己如果觉得有嫌疑的话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的话 第一呢 首先应该是自己有一个判断 其次呢按照法律的要求的话 应该要进行专业的鉴定 在司法处理的过程中的话 也会以专业的鉴定的话 作为最后的依据 因为呢如果说案件 进入司法程序的话 审查这个呢 反而比我们自己去判断 要更容易一些 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一些高仿的产品 他们在专柜 不能够得到区分的话 主要是我们一种肉眼的区分 经过专业的鉴定的话 他们它是可以得到区分的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点的话 特殊的产品 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商标 专项的产品 它的生产销售 通常的话 权力人都是要进行许可的 那么在司法机关调查的时候 其实通过它的文证审查 通过资料审查 如果说我们所发现的 或者购买的某一个专柜的产品 它本来是一个特殊销售的 或者具有特别的商标权的 但是它又没有获得商标的授权 或者特许的经营权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直接就可以做出判断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 几大电商平台 集体造假事件 这个新闻呢 让人看了确实是很吃惊 甚至是震惊 那么对于这样的事件 汤律师你本人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是第一个方面的话 也提示了广大的消费者 应该注重自己的权力维护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也是在提示 国家的这个职能部门的话 应该积极的履行监管职责 那么不论是在线上的 还是线下的 那么都是属于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 对于他们的监管的话 相关的行政部门的话 都应当有所作为 你比如说是我们设计的 自受假冒伪劣产品 或者其他的这个行为 一旦涉及犯罪的话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工商部门 商标部门 还有公安部门的话 都是具有管辖权的 如果说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管理不到位 并且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的话 也可能给职能部门自己的话 造成一些不利的后果 那么可能被追究相应的责任 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打击的话 总是要并重的 那么更多的如果能够事前预防 可能损害后果就不会出现 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针对网络销售产品和网络电商的这种事前预防的话 那么除了行政机关的对于销售者直接的监管的话 可能对于网络平台的运营者的监管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的话那么电商平台他们在店铺准入或者店铺使用的相关广告的时候 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而在实践过程中的话 很多时候的话 他们运用了一种程序审查 只是简单的看一看他们的自制情况 而没有进入一个市值性的审查 如果在电商平台的前端 对于商铺的进入和商品的售卖 能够进入一个市值性的审查 比如说我们刚刚涉及到的相关的一些特殊产品 本来他需要特殊的经营 特别的授权 那么能够对于这些问题提前进行审查 并且进行市值性的审查 也能够有效的提前做出预防 避免那些不符合要求的 或者是假冒的伪劣的商品的话 具有可乘之机 走向消费者走向市场 其实事后追责和事前预防是同样重要的 甚至有的时候事前预防比事后的追责反而还更重要 为什么这个假货这么猖獗 而且之前也出过类似的像三句亲爱这种很多婴幼儿受害这样的案件发生了 然后这样的假奶粉的事件还在不断的重演 我觉得应该是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 那么如果是执法上 执法不严的话 不进行严查 不是违法必究的话 对不住的首先就是那些喝假奶粉的婴幼儿 当然了 也包括咱们很多的执法者在内 如果让这种假货猖獗的话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幸免假货带来的伤害 所以我们也希望除了相关的执法部门 还有我们自己个人也应该拿取相应的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每个人的自身的安全 那再一次感谢唐光仁律师 大家如果想获得我们这期节目的图文资料 欢迎大家关注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您输入造假大案 造假大案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的推送了 那么在这里呢 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对我们本期讨论的案件有您自己的看法 以及您有一些法律问题想咨询 都欢迎大家给我们进行留言 或者是呢 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我们的电话呢 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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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